2月2龙抬头的习俗 2月2是农历二月的第二天 此时已进入重春季节 2月2处在24节期的雨水、惊折、春分之间 2月2春为龙头节 以各种与龙相关的民俗活动 来祈求平安和丰收 就成为全国各地的一种习俗 2月2龙抬头的习俗 有引前龙、剃龙头、画仓子、照房梁等 其中剃龙头是比较常见的习俗 每到2月2龙抬头这一天 无论老少都要理发 称为剃龙头 人们把剃头说成是剃龙头 加上一个龙字以取吉利 据说在这一天剃头可以使人健康 像龙一样在空中自由自在地腾飞 将来必能飞黄腾达